其实目前是在布鲁克林 一个叫做工业城的地方 这是纽约市最新开发出来 最潮最夯的商圈 可是你大概想不到 之前是什么样的风貌 这里的地理位置结构 其实和港渡高雄 某些地方非常类似 在这儿的港口 在20世纪的初期 是一个航运中心 附近许多大型的仓库 许多制造业的工厂 但是后来航运转型开始没落 一度成为废墟 由于地理位置绝佳 土地宽广 因此在2000年左右 网络科技新创的蓬勃发展 许多新的产业进驻 增加许多就业的机会 工业城开始被改造 就在不久之前 接连许多栋的建筑 成为购物以及美食中心 可供高雄参考 一定不能够纯粹以吃为主 一定要加入一些 我们高雄本地的观光元素 又好吃又好玩又好看 我们现在只是在其中的一栋 你看有十几家店 就拿其中一个店举例 这是专门用酪梨为主要素材 发迹于纽约的创意小吃 这个真的是带有文创概念的美食 你看它把酪梨变化成各式各样的小吃 全卖吐司抹上青酱 还有新鲜起司 以及一片酪梨花 不仅养眼而且滋味美妙 甚至还可以做成汉堡 花样多到可以出书 另外还有相关的商品耳环保养品等等 把酪梨这个蔬果运用到各种方面 另外这个工业城特别还适合现做的 而且可以提供大家参观的美食工厂 像是巧克力工厂 或是自家配方的手工创意饼干等等 至于外面的空间有艺术的展示 像是这个圣诞帐篷里面可以供大家休息 而夏天的时候屋顶可以放电影 或是户外可以教跳舞等等 不定期的举办各式文化活动 符合好吃好看好玩的概念 或许高雄也可以有一个像这样的工业城 记者光芒华林姿慧 布鲁克林的采访报道